经常有人问我说 你呢 经历很丰富 是不是有什么高人给你指点 就是老能踩的那个点呢 其实不是老能踩上热点 最后就看老师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从一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当时人工智能啊 一点都不热 不像今天 就热上了天 甚至呢 因为80年代 90年代 那时候我做博士啊 当教授啊 那段时间呢 出去都不敢说 是自己做人工智能的 学生们啊 你要说做人工智能 基本上面是第一轮就淘汰 怎么做人工智能 哪还有这个行呢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学生 毕业以后都要说是做图像处理 就不能说做人工智能 2002年有一个特别的机遇 又发生了一件 叫DVD专利事件 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件 那时候中国DVD呢 它在市场销售价呢 从这个批发商那里拿到 就是二十几美元一台 那么卖到市场上呢 大概也就四五十美元一台 那么国外厂商 比如日本的厂商 欧洲的厂商呢 它这个成本呢 就是一百多美元 卖呢 要卖两百多美元 所以中国这个产品一出来呢 基本上就是四分之一价格 就在市场上就 给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那冲击的结果呢 那些厂商呢 就要对中国的产品呢 就想法去卡你 就像今天的卡脖子一样 那时候也是卡 怎么卡呢 就问你 我交了专利费没有 因为当时那个机器里面 用的编码算法 是这个国外厂商 很多厂商联合到一起做的 2002年有一段时间 这个一整船进装箱 出口到这个德国的 出口到欧盟的 在德国那个口岸 过不了关 那超过了这个通关期以后 就会产生压仓费 压仓费呢 积累起来就很高 越积累越高 最后压仓费都超过了 那个定位机 机的售价了 这个船主就问 国内的这个厂商说怎么办 要么呢 你们就赶快 就是给我钱 我给你们运回去 要么呢 咱就把它扔了吧 后来厂商一算 这个运回来的运费 加上压仓费 那个成本太高 就说那你就扔了吧 所以呢 一整船的集装箱的DVD机 就被扔到海里去了 所以那是一个 很惨痛的教训 那么当时就说 你们能不能想发 帮助国内的厂商啊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 至少让他们 少受一点气 所以我们大概 经过二十年的时间 从高清开始做 食品变件码 然后做到后来的呢 4K 后来做到今天的8K 再加上现在 人工智能的加持 编码的效能呢 效率呢 越来越高 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技术呢 我们的厂商 在做产品出口的时候呢 就完全不用担心 再会被别人的 专利卡住脖子 所以应该说 这一路走来啊 能够解决一些 重大的问题 能够找到一个 自己喜欢研究的领域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下期见